欢迎大家收看智库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 包括的主要内容包括 OpenAI的法律战斗尚未让客户望而却步 爱丽丝·阿普菲尔在她80多岁时成为了时尚偶像 医用手套将如何帮助发射卫星 一种确定尸体死亡时间的新技术 物理学家正在重新构想暗物质 请大家收看 OpenAI的法律战斗尚未让客户望而却步 经济学人 OpenAI面临着可能阻碍其增长和发展的法律挑战 早期投资OpenAI的埃隆 马斯克起诉该公司违反合同 称其偏离了最初的非盈利使命 该公司还面临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 涉嫌误导性沟通 纽约时报的版权侵权诉讼 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反垄断调查 尽管面临这些法律障碍 OpenAI仍然受到客户和投资者的欢迎 但不断增加的法律诉讼 可能会延迟其下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布 并给竞争对手带来优势 爱丽丝 阿普菲尔在她80多岁时成为了时尚偶像 经济学人 时尚偶像爱丽丝 阿普菲尔因其独特的风格而闻名 已于100岁高龄去世 阿普菲尔以她的超大圆形眼镜 鲜红的口红和色彩斑斓的服装而闻名 她在时尚界具有影响力 并一直在这个行业工作到90多岁 2005年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 在一次名为罕见鸟 Rare Avis的展览中展示了她的一些服装 使她声名大噪 阿普菲尔随后成为模特 并在101岁时成为化妆品公司Chill的代言人 她一直在模特行业工作 直到生命的尽头 她对时尚的独到见解备受推崇 阿普菲尔的时尚事业始于1950年代 当时她与丈夫共同创办了一个室内设计公司 Old World Rivers 为知名客户提供面料 她还因热爱折扣店和跳蚤市场而闻名 她在那里寻找独特而不寻常的物品 阿普菲尔的个人风格常被形容为越多越好 越少越无聊 医用手套将如何帮助发射卫星 经济学人 克兰菲尔德大学的研究人员 正在探索使用注入石墨烯的天然橡胶 制造高空气球 已将卫星送入太空 该团队正在与剑桥的Lavidian Nanosystems 合作开发基于石墨烯的应用 包括加固飞机和衬理气体管道 研究人员正在研究使用3D打印技术 制造应用手套和气球 气球具有灵活性 可以用作火箭的发射平台 然后从较薄的大气层和较低的重力中将其送入轨道 一种确定尸体死亡时间的新技术 经济学人 南卡罗来纳州克莱姆森大学的研究人员 开发了一种人工智能系统 利用机器学习来更准确地估计死后间隔 PMI或死亡时间 GOFOR模型通过分析尸体腐烂和环境数据的照片和描述 来估计PMI 目前它提供了一个范围 其中80%的知信度认为真实的PMI在其中 研究人员希望随着更多专家加入数据库 这种知信水平将会提高 该模型已经帮助解决了几起失踪人口案件 物理学家正在重新构想暗物质 经济学人 目前关于暗物质的主流理论被称为冷暗物质CDM 但随着物理学家们越来越多地转向自相互作用暗物质SIDM理论 CDM面临着挑战 CDM认为暗物质由移动缓慢 且主要通过引力相互作用的粒子组成 但经过几十年的探索 科学家们尚未确定这些粒子的存在 另一方面 SIDM提出了一个隐藏的暗物质和暗力宇宙的存在 它们相互作用并与正常物质相互作用 这个理论为CDM无法解释的星系结构差异和卫星星系的存在提供了解释 SIDM还提出了可以与CDM进行对比测试的预测 例如早期宇宙中存在暗星 物理学家正在探索各种途径来直接探测自相互作用暗物质 包括在大型强子对撞机LHC和SnowLab的超级CDMS实验中进行的实验 然而暗物质仍然难以捉摸 我们对其性质和特性仍有很多待学习的地方 尽管存在挑战和不确定性 研究暗物质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宇宙的奥秘 暗物质的存在表明宇宙中有比我们所观察到的更多的东西 寻找答案的探索仍在继续 最终人们希望通过一种理论或发现来揭示暗物质的真实本质 并提供对宇宙的完整理解 三位总统谈如何使全球金融更好地为非洲服务 经济学人 非洲领导人呼吁改革全球金融体系 以应对许多非洲国家面临的不稳定金融局势 加纳、肯尼亚和赞比亚指出了当前体系的缺陷 并推动非洲成为改革的中心 这些领导人认为 非洲国家应该在全球规章和协议中发表意见 并应该将借款投资于非洲的增长、就业创造和收入产生 他们还提议加强非洲机构 正确评估非洲经济 并建议举办一年一度的非洲经济峰会 邀请世界领导人参加 K12古典教育的迅猛增长 发现机构 如今 接受古典教育的K12学生数量 比几年前显著增加 这一增长趋势正在全国范围内加速发展 古典教育虽然难以定义 但通常以三段论的结构进行 学生从语法学进展到逻辑学 最后到修辞学 强调伟大的著作和培养品德 学生被教导认识和欣赏真、善、美 根据Arcadia Education最近发布的市场分析 2023至2024学年古典学校的入学人数 预计将超过67万7500名学生 分布在1551所学校中 其中近39%的学生通过在家学习 合作学校或微型学校接受古典教育 另外34%的学生就读于基督教福音派古典学校 超过18%的学生就读于古典公立特许学校 近9%的学生就读于天主教古典学校 这些估计是保守的 不包括使用各种课程 包括古典课程的家庭教育学生 此外 超过50家在线教育提供商 为学生提供全面的古典教育 截至2024年1月 72%的家长考虑过换学校 63%的家长寻找过新学校 44%的家长为他们的孩子选择了新学校 如果过去几年是任何指标的话 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的学生接受古典教育 由COVID-19疫情引发的长时间学校关闭 再加上教师工会的家具 远程课程给家长提供了一个 近距离观察孩子学校教育的机会 令人担忧的是 学习质量的缺失 以及与许多家长价值观不符的 非学术相关内容 家长们变得越来越参与 并表达关切 由于他们的声音被忽视 许多人意识到 必须有更好的方式 并开始寻找传统公立学校以外的教育选择 作为家长寻找的结果 古典教育学校成为全国范围内 大量家庭追求的解决方案 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 新开设了264所古典学校 这是以平均每年新学校增长率为4.80%线的 除了这一时期新开设的古典学校外 现有的古典学校也经历了入学人数的增加 这些增长率仅包括基督教古典学校的三个最大的组织 古典基督教学校协会 天主教自由教育研究所和古典学习协会的数据 它们不包括没有这些关联的古典学校 家庭教育的古典教育 或者已经存在的学校的入学人数增长 家长寻找新学校选择的趋势并没有放缓 截至2024年1月 家长调查显示 72%的家长考虑过换学校 63%的家长寻找过新学校 44%的家长为他们的孩子选择了新学校 如果过去几年是任何指标的话 未来几年将有更多的学生接受古典教育 Arcadia Education预测 到2035年将有140万名K12学生就读于古典学校 这将占到全国所有K12学生的2.4% 在这个预测中 最大的子集将有超过52.2万名学生 通过家庭教育合作 在线学校或微型学校接受古典教育 其次是超过30万名学生 就读于现有的基督教古典学校 接着是近14.8万名学生 就读于现有的古典公立特许学校 此外 预计到2035年 将有14.4万名学生 就读于尚不存在的新的基督教古典学校 或将转变为基督教古典学校的现有学校 其他类型的古典学校 也有望对古典学校入学人数的增长 做出贡献 其中包括10万名学生 就读于从古典导向 转变为完全采用古典模式的学校 近8.35万名学生 在新的古典公立特许学校学习 超过7.4万名学生 在现有的天主教古典学校学习 最后 预计到2035年 将有3.4万名学生 就读于新的天主教古典学校 古典教育的入学激增 呼应了在2000年至2020年间 迅速增长的特许学校激增 在这20年间 特许学校数量 从1989所增加到7823所 入学人数 从不到44.9万名学生 增加到近370万名学生 时间将会告诉我们 古典教育的激增有多强大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家长们希望为他们的孩子 选择传统区公立学校以外的 替代学校选项 而且创纪录的人数 正在选择古典教育 中国的新口味将不仅仅是苹果 路透观点 苹果正在中国失去市场份额 被国内品牌华为取而代之 因为中国消费者 越来越喜欢本土品牌 中国对美国产品的需求下降 加上消费者态度的转变 预示着苹果在中国的困境将会加剧 其他美国公司在中国也面临挑战 因为中国消费者更倾向于选择本土品牌 这种转变不仅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还受到国内品牌质量 优于外国品牌的认知影响 这一趋势可能对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 产生长期影响 巴塞尔的让步将使阴影变得不那么可怕 落透观点 新的银行资本规则可能会比最初提出的要宽松 这将使像摩根大通这样抱怨 已经受到过多监管的贷款人受益 然而 这对于像黑石和阿波罗这样的所谓影子银行来说 可能不太好 因为他们将依靠银行转嫁的资产来实现增长 如果被称为巴塞尔寺的规则被削弱 华尔街将不得不进一步收缩 而这些影子银行的私人资本将填补这一空缺 墨西哥即将举行的选举中的大项问题 参与民主游戏的人们是否最终会面对免责问题 威尔逊中心 在2024年 墨西哥将庆祝其第四次联邦选举过程 2006年 2012年 2018年 和现在的2024年 正式成为一个选举民主国家 这是在2000年 从PRI党向竞争的PAN党的权力过渡后实现的 结束了70年的威权统治 一 矛盾的是 在2007年 在2000年过渡后的首次选举之后 致命暴力和失踪事件等各种暴力事件开始急剧增加 尽管根据所有正式说法 墨西哥是一个选举民主国家 但在过去的17年里 墨西哥一直在经历被各种人权监测国际机构 称为人权侵犯危机的情况 二 当本因是非同寻常的危机 成为日常公共机构运作的常态 更重要的是 成为该国最脆弱公民 包括儿童 青少年 妇女 记者 人权捍卫者 甚至地方政治家等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时 会发生什么 对于这种事的 我们生活在一个民主国家 但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国家的令人不安的共存现象 已经提出了多种英国解释 至少有四个解释 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 建监 从卡尔德龙总统任期2006-2012开始 军队部署的加强以及联邦合州执法机构的军事反应 以应对与犯罪有关的问题 二 非常规反应 由组织犯罪行为折移子弹和贿赂 三 Lessing 2017年的方式进行反击 这在传统有组织犯罪反应的研究中是令人惊讶的 三 机会因素 由于北方邻国放松枪支控制政策 非法武器从美国流入墨西哥的可用性增加 为打击这些战斗提供了更致命的工具 四 脆弱背景下的地方民主化的悖论 增加的民主竞争 倾向于破坏国家与有组织犯罪之间的勾结安排 导致大规模的犯罪暴力 在这种背景下 墨西哥进入2024年的全国选举过程 四 在这里 我想强调JTMX研究和行动中心 在过去两年中对该国的不受惩罚问题进行的项目中的两种方法 发现 首先 在微观层面上 通过与国际正义格尔尼卡中心合作 对该国一个特定州 墨西哥的内亚里特州的暴力轨迹 进行相对较长时间 2011年至2021年的记录和追踪 我们对暴力如何展开 和在当地现实中运作 有了一些尚浅的了解 可以说 在该国的许多领域 暴力确立了游戏的真正规则 并将私人 公共和非法利益融合在一起 在这些领域 权力行使受到严重限制 这应该引起我们的关注 其次 在宏观 国家层面上 JTMX最近的一项研究探讨了 过去10年 2013年至2023年建立的机构 以解决与严重侵犯人权行为 有关的问题 这些机构包括 国家寻找失踪人员2017年 和受害者支持2013年的系统 以及总统委员会处理特定情况 从阿约地帕事件 2018年到1965年 至1990年的长期政治暴力 2021年 5.不用说 这些机构只是受害者和运动 寻求改进的机构工具的顶峰 以准确应对他们的赔偿要求 然而 尽管有部分解决方案 即使对于在上一届 得到联邦政府更大支持的那些解决方案 如解决失踪问题 也已经开始退缩 这是一种减少报告失踪人数的可疑策略的例证 不受惩罚与该国的政治体系交织在一起 对于三个竞争总统职位的候选人 解决房间里的大项的承诺引发了疑问 今年将是关键 时间紧迫 1.一些作者将所谓的墨西哥民主转型定位为一个特定的时间点 而是将其视为一个延续的过程 包括从1977年到1997年的逐步民主化努力 参见Woldenburg J 2012 墨西哥民主转型简史 墨西哥学院 2.2015年 美洲人权委员会IACAR 美洲国家组织OAS的自治机构 负责监督半球地区的人权状况 将墨西哥当时的情况称为有许多人权危机组成 包括失踪、非法处决、不安全和司法准入等问题 见IACAR 墨西哥的人权状况 2016年 展望未来 在2022年 联合国强制失踪问题委员会SED独立专家机构 监督保护所有人免受强制失踪公约的缔约国的实施 发现墨西哥的失踪问题在该国大部分领土上仍然普遍存在 几乎绝对地不受惩罚和再次受害 见 SED委员会对其根据公约第33条 对墨西哥的访问的报告 2022年 3.Lessing B.2017 在毒品战争中实现和平 拉丁美洲的镇压 4.仅仅就两类核心事件而言 几乎有10万人仍然失踪 根据国家机关提供的官方数据 2007年至2023年期间 有近40万人遇害 墨西哥国家搜寻委员会 CNB 98425人失踪 2023年11月 墨西哥国家公共安全系统行政秘书处 392,914人遇害 2023年9月 5.非凡机制 墨西哥的国家受害者援助和搜寻系统 从过度正义理论的角度进行讨论 2023年12月 作者要感谢JTMX的合作者 Natalia Roca和Christian Lopez 在准备本文时提供的见解 作者还要感谢未来人权与治理 Forge会议于2023年11月初 在纽约市召开的论坛 正是为了讨论 当前全球人权斗争背景下 民主更新的挑战 这里提出的思考 也受到了与作者有幸交流思想的 参与者的宝贵贡献的影响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是你们熟悉的六度简报观察员 今天我将为大家带来一些有趣的新闻和深入分析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OpenAI面临的法律挑战 尽管面临这一系列的法律问题 OpenAI仍然受到客户和投资者的欢迎 然而 不断增加的法律诉讼 可能会延迟其下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发布 并给竞争对手带来优势 这告诉我们 即使是像OpenAI这样的公司 也会遇到法律挑战 但这并不会阻止他们的客户和投资者 对其持续的支持 接下来 让我们聊聊80多岁的时尚偶像 爱丽丝 阿普菲尔 她以其独特的风格而闻名 并且一直在时尚界工作到90多岁 她的个人风格充满了独特和不寻常的元素 被形容为越多越好 越少越无聊 这告诉我们 时尚没有年龄的限制 只要你保持对时尚的热情 你可以在任何年龄都成为时尚偶像 接下来 我们谈谈一项 关于使用石墨烯制造高空气球的研究 这项研究可能使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将卫星送入太空 这项技术的应用还包括加固飞机和衬理气体管道 这告诉我们 科学家们正在不断寻找创新的方法来推进太空技术的发展 并且他们的努力可能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突破 我们接下来谈谈一项关于利用机器学习来估计死亡时间的新技术 南卡罗来纳州克莱姆森大学的研究人员开发了一种人工智能系统 可以通过分析尸体腐烂和环境数据的照片和描述来估计死亡时间 这项技术的应用可能会帮助解决一些失踪人口案件 这告诉我们 科学家们正在不断寻找新的方法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并且他们的努力可能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最后让我们谈谈有关暗物质的研究 目前物理学家们正探索各种方法来直接探测自相互作用暗物质 尽管对暗物质的性质和特性还有很多在学习的地方 但这项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批宇宙的奥秘 这告诉我们 科学家们对宇宙的探索永无止境 他们的努力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宇宙的运作 总之 这些新闻告诉我们 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不断推动着社会的进步 无论是人工智能 时尚 太空技术 还是宇宙的奥秘 我们都在不断寻找创新的方法来解决现实生活中的问题 让我们继续保持对科学的好奇心 并期待未来更多的突破 现在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参与讨论并提出问题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6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大学党的经济